郑南公讓我們來接,每年都是這樣 對不對,這是宗教活動 爸爸,警察那用公權力把小孩全部都打暈了 亞進現在暈倒了 壓倒,已經昏死在路邊 他們連救護車都沒有叫 然後開圓被打到整個臉都 我公告在4月1號就已經發了 我不可能發到你家了 我不可能發到你家了 這是公告在每一個路口我都有放 張安樂先生,我們遵照國家的法律 遵照現在防疫的措施來執行好嗎 好,這樣法律我會告你們 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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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安樂說,之前他以往都能夠穿這個政黨的背心接駕 那為什麼今年不行啊 那因為這個是本分局跟沿線公廟跟接駕團體的一個默契 那因為今年是選舉年 那我們彼此的默契就是 避免這個選舉造勢的這個宣傳活動 出現在這種廟會上面 那並沒有規定 穿政黨背心不能夠接駕 那現在你今天開記者會啊 說質疑是紅色的勢力介入 然後老任我們脹化的滋愛 那這個部分呢 紅色的介入這個部分 因為全案已經都報警 那個地檢署指揮偵辦 這個部分 我們會配合檢方來做偵辦 剛剛那個還有講 他說是警方先所謂 來這個落境的一個部分 也希望我們宮廟都能夠自治 那我想大家信仰媽祖 最主要是媽祖慈悲 出來聊見 最主要是示福給大家 那不是造成我們這個暴力的部分 那對於暴力的部分 我們絕對是嚴正的來譴責 那也要再次的謝謝同仁 那不但是在這個媽祖落盡期間 特別是在疫情期間 我們的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非常多的工作 都是我們的警察同仁來協助的 我想在這邊再次謝謝 所有同仁們的一個辛勞 也要呼籲我們這個香客們 我們的這個廟宇 記得媽祖呢 他是慈悲的 媽祖是要示福給大家 也希望大家都能夠自律 現在是不是要提醒這些 原警在執行的時候 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在這邊再次謝謝 所有警察同仁大家的一個辛勞 那還是要拜託大家 在執行的過程中 自己的安全護必也一定要注意好 那也希望我們的鄉親 警察同仁真的為我們承擔了非常多的 這個治安跟交通的部分 也請大家多多愛護我們的警察 這部分我們要謝謝我們的同仁 依照我們中央的這個防疫的一個規定 那沒有三劑的一個這個證明 我們是不可以來接駕的 那這部分我還是要再次的 呼籲大家一定要遵守我們中央的防疫規定 就是由以日紅色勢力來擁讓我們治安 這個我想我們警政署已經在做項目 謝謝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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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憲長 謝謝憲長 感謝憲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